这个故事啊 叫老大的邪念 是从前呢 有这么兄弟俩人 姓赵 父母双亡 家里边也就剩几间破房子 生活没办法维持了 这哥俩一番和气 决定啊 店卖家产 远走他乡去撞大江湖 这走了好些日子 有一天呢 兄弟二人是口渴难耐 远瞅着呀 有这么一口老井 连忙的赶过去 可不巧的是呢 这井里边没绳子 看得着水喝不到嘴 这赵老大心眼多 眼睛溜溜一转 出了主意了 说这口井不深 你要扯住我的腿 叫我倒立下去喝水 我喝好了 我再换你下去 赵老二觉得 这个办法不错 于是就点了点头 当即扯住老大的腿 帮老大就先顺下去了 这好久没喝水了 终于喝上水 就感觉这井水是甘甜可口 老大喝了个渡圆 爬了上来 可是等他抱着弟弟的腿 下井去喝水 却突然呢洗了歪念子了 心想着这次路途遥远 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安生呢 而且眼下这甘粮也剩的不多了 钱财也就值得么多 我要不然 老大甲一手滑 把老二就扔到井里了 然后装模作样的哭了几声 拍了拍屁股 带着粮食和钱 卷走高飞了 再说这老二呢 虽然说掉到井里了 但是呢运气好 大难不死 就受了一点擦伤 大喊了几声之后 发现外边没人 索性就闭上嘴巴 在井里边闭目养神了 等到了半夜 这赵老二迷迷糊糊的 就听见井外边 似乎有人在说话 可是呢 话到了嘴边 他想喊 就咽回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说话这两人 一听就不是常人呢 一个人说了 这地儿的百姓 得罪了天地 所以天地 决定惩罚他们 放缘几十里的这艳塘 都给抽干了 唯独剩下这么一口井 另一个就说了 话不能这么说呀 离这儿十里之外的 胡家后山就藏着一股泉水呢 只要砸开石壁就能得到 不过这事儿没人知道 这算少呀 那胡园外家的毒苗 得了怪病了 谁都治不好 但是只要吃了门前 桃树刚接出来的青桃 立马就能好 俩人在井边上 东扯一句 西扯一句 聊了一会儿走了 等到了第二天天亮 有人过来打水了 赵老二被救上来 之后就问清 那个湖园外的住址 一路就奔了过去 到了胡家 见这进进出出的 不少的医生 赵老二就故意问了 他说这是哪位贵人得病啊 那胡家仆人叹了口气 嗨 是我家小姐病了几个月了 整天是茶水不沾 请了各处的名医都治不好 赵老二倒吸了口凉气 就跟他们说 跟你们园外说 让我给小姐治治看 伙计们一听这 不敢怠慢呢 别忙吧 这事儿就跟园外说了 胡园外虽然说半信半疑的 但此时呢 也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 连忙把赵老二请到了内宅看病 赵老二装模作样的 看了几眼昏迷不醒的 这个胡家大小姐 围着大院前前后后左右转了三圈 然后趁着大家不注意 把那颗发尼的桃子摘下来 装到怀里了 进了屋 赵老二让别人都褪臂三尺 悄悄地把这颗胡桃掰成小块 喂到这胡家小姐嘴里边 结果这么着 到了第二天早上 胡家小姐这病好了 胡园外欣喜若狂 见赵老二有这个本事 当机就招他呀 当上门女婿 就这么着 赵老二是得意洋洋地 成了胡家入赘的女婿 成婚没几天 就意气风发地领着仆人 凿开了后山的石壁 一股水桶粗的泉水 哗哗地流了出来 就活了胡家百亩良田 更是获得了胡园外的器重 随便再说赵老大 没走出多远去 钱花光了 一路只能是要饭 后来呀 就听说弟弟发迹了 要过来投奔赵老二 赵老二也是热情地 接待了哥哥 把自己在井里边的奇遇 讲给了哥哥听 赵老大一听心仰难耐 匆匆忙忙地告辞 跳到那口牢井里 等到了半夜子时 那两个神仙又来了 站到井边上哀声叹气 这泉水被人挖了 这仙桃也被人摘了 这事怎么就传出去了呢 另一个神仙就说 可别说了 八成啊 是咱们俩上次在这说话啊 被这井里边有人偷听去了 那咱们赶紧把这井填了吧 说了两人一人抓了一把土 朝这井里边一扔 这沟井就被填住了 当然了 那赵老大就被埋掉井里了 正所谓是善恶有报 时候一到 一切都报 做人呢 还是不能做坏事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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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